有一个妈妈跟我说 我的孩子非常没有同理心 对了没有同理心 看到他撞到了 孩子就默默地飘走 他跟我说我孩子没有同理心 我告诉他 同理心是爱来的 同理心是爱来的 当他受伤跌倒的时候 请问你怎么跟他说 妈妈都会讲什么 勇敢自己站起来 谁叫你刚刚要这样 不听话所以跌倒了 请问这句话有没有同理心 没有 你如果说今天孩子跌倒了 你跑去关心他 怎么了还有事有事吗 妈妈看一看 这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怎么来的 同理心是爱来的 那你要同理别人的内心感受 一样的你也要同理你自己 然后立他 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立他 为什么呢 因为立他人就是立自己 当我爱别人的时候 我就爱自己 我所有我可以爱别人 你知道吗 当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最后收回来是全部人都爱我 所以立他人就是立自己 这样可以理解这样的意思 尽量在你有能力 我们给人家一个微笑 就是立他 像刚刚我来 然后坐机车车 我拿着一千块 请机车车司机要找钱 可是司机跟我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怎么样 我刚刚加了油 我身上没有零钱 那我就说好 没关系 我下车便利商店很方便 我就去买了一包饼干 我就饼干 然后把车子我就给他了 你随时做一点立他人的 这些小小的举动 你是不是自己就会得到一个 大大的一个内心满足 请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 好吗 我们把双手借给我 然后我们来抱抱自己 我爱我自己 我谢谢我自己 愿意为了家庭而学习 我愿意为了孩子而精进成长我自己 来我们闭个眼睛 我们来默默的来感谢我自己 我谢谢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 我感恩我自己 我也感谢我家里所有 每一个每一个的成员 默默的感觉一下 当我发出感谢 我发出感恩的时候 我的心里是不是就瞬间的放松 当你只要觉得有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 释放压力的一个来源 好 只要你有压力 我就感恩 感恩什么 感恩这一个世界 它要带给我学习什么 感恩这个世界 它要带我去思考的点 它要帮助我成长的点是什么 这样 练习感谢自己 感谢大家 用爱善解一切 有爱一切都是对的 我是陈子兰 谢谢 感谢